美国股市周四继续暴跌 道琼斯指数即周三下跌超过3%以后 周四又大跌2.13% 纳斯达克指数在周三下跌4.1%以后 周四又滑落1.25% 标普指数的跌幅是2.06% 美媒当地时间10月11日报道 周三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 道琼斯指数暴跌将近832点 有统计称这是史上第三大严重的指数下跌 也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经历的股市最黑暗时刻 此次下跌也让道指一个月来首次下降至26,000点以下 此外纳斯达克指数周三也创下了 自2016年6月以来最严重的跌幅 标普指数也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 美国金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利博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周三股市震荡出于多种原因 张曼利说 原因主要有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人们对贸易战的影响的恐惧 还有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 对企业收益的影响 企业收益就直接影响到股市 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忧 另外一个就是利率的问题 利率的问题一直在提 还有一个就是收益 就是美国的债券收益线上升的趋势 现在好像大家有一个规避风险的心理 所以昨天跌的是非常厉害 张曼利认为目前很难判断股市是否正在恢复 他说 整个经济的因素是存在的 就是贸易战的威胁和利率不断上涨的威胁 我觉得目前为止大家心里非常不稳定 要躲避风险的心理是很强大的 他认为 一些影响股市表现的因素没有消失 股市仍然存在下滑的可能 张曼利提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 曾发布有关全球经济的报告 其中提到了贸易战的威胁 以及提高美国利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并下调了美国和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股市 周三发生的震荡归咎于美联储的决策 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对美联储 决定提高利率的举措可能减缓经济增长感到担忧 此外特朗普周三表示股市突然出现了大跌 是已经等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校正动作 特朗普一系列的争税举措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周四在白宫回应时宣称 一些企业应该关注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关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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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